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公司拥有5亿8600万令吉的现金 这意味着能够应付28个月的固定开支 就算无法获得折扣 该公司也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至少两年的业务表现 帕丁尼控股的派息稳定 在经济衰退时也从未降低 这足以证明该公司的派息能力 目前的现金足够应付每年7600万令吉的派息规模 在纳路管控力延长的影响后 达证券将2020财政年的财政预测 下调33% 目标价也调低至3令吉70仙 建议买入